每到秋冬季节就是忧郁症的好发期 华丁县卫生局首度特别制作了一部为电影 以中年男性为主角 述说当遭遇心情忧郁困扰的时候 要如何寻求正确的管道来解决 卫生局提醒要大家多多使用心情温度计量表 来检视自己的内心是否郁闷太久 需要寻求的抒压方式 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感到郁闷时 如果长期处于低潮忧郁状态下无法疏解 那一定要赶快寻求正确管道来帮助自己 华丁县卫生局今年首度为第一线心理照顾人员开办讲座 并且制作了一部以中年男性为主角的为电影 告诉大家当遭遇心情郁闷困扰时 要勇敢的寻求帮助 根据我们这个自杀通报上 那这个男性在45到55岁 这个中年阶段 那是一个自杀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年纪 那所以很显然的 我们常提到的中年危机 那似乎也是呼应到这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中年的男子 那他在事业走了一段的路了 家庭也在一个稳定状态之下 那他其实在某些部分心理上的这个 人家都以为他OK了 他没事了 那事实上这是他面对很多压力的一个时刻 那他到底他的职场上他需不需要突破 他家庭的关系是否是有些困难要处理的 那因为在这个年纪又不敢讲 所以更容易造成心理的压力 而产生很多问题 所以中年男性的这个心理健康 事实上一直也是我们要关心的 卫生局也建议大家定期使用 星期温度计量表 来检视自己的心情压力指数 一旦发现心情陷入困扰 无法自拔 要勇敢的寻求心理智商管道来帮忙 千万不要一直忍着 不敢说出口 长期下来忍不住了 就有可能会演发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卫生局也呼吁 要多关心周遭亲友的心情状况 一发现有异状 也要能够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 让忧郁的现象远离我们的生活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